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六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六 我们喝一杯呢,2023年来到了第七季 访问的主轴我们现在是锁定在专业人士的管理方面 为什么是管理呢?因为我自己是关键评源网共同创办人 同时身兼内容长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管理相关的任务 那需要管理的其实除了会议还有工作时间 其实还有很多是跟人有关 那领导人才团队自我管理等等等等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全新的领域 让你听完之后呢会觉得在时间还有人生管理方面更有收获 我们第一集邀请到的是将打击乐发挥到全台湾 无人不知的朱中庆打击乐团创办人朱中庆老师 2017年1月朱中庆老师接任了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 那国表演是文化部所监管的一个行政法人 夏侠三馆一团 三馆就是台北国家两厅院 台中国家歌集院 以及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那这一团呢则是国家交响乐团NSO 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4月 朱中庆老师卸下了国表演中心董事长重任之后 把这个五年三个月任期的历程跟辛勤写成的书 书名叫做心有所爱权力以赴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朱中庆老师来跟我们聊聊 如何在教学担任这个打击乐团的艺术总监之外 还能够管理如此庞大的国表艺中心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中庆老师 马六好 大家好 好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很多这个关于 时间啊行程啊等等的 因为很多你的职业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身兼多纸嘛 就是你看你要当老师 你就持续都是在做教学 然后这个打击乐团你还是要负责里面的很多艺术啊 相关的一些创作的东西 然后国表艺中心 这样子这么多的身份跟任务 你是如何去做时间还有行程管理的 我一开始就是为了我喜爱的打击乐去分享大家 所以我推广打击乐 我来创立打击乐团 在别大任教担任系职员等等 因为校长或是待两天工作进出好多次 那么很多人都 都说我心动力很强 我在想是讲真话 我几乎就凭着一种热忱 然后碰到问题 解决问题 那么正向追求 我想马六好你很有经验 要做这一定有很多困难 那你要解决问题 你就去解决 要解决的话 你正向的话 就愿意找到问题去克服它 所以一开始我很早起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讲的好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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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所以我才开始去思考 怎么样找到更多人来一起合作 也就是说 在不同单位 不同事务 用不同的人 找到争取的人 把事业来做 那我的角色 就慢慢就变成是一种 做领导人 做把关 谈梦想 那么谈梦想 鼓励大家 要求大家 就变成我一个这样的做法 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团队 那么在40年来 我大概是 如你刚刚说的 我的不断在光路上追求里面 好像有一半的时间 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当行政主管 当时我给自己累一个目标 就是演奏教学研究推广 我认为光演奏你没有教学 没有研究的话 他不会生路 就是手跟脑要兵用 手跟兵的过程 当然就必须研究 必须教学 那要兵用的话 还是要推广 你不推广的话 你只想好做好 要放在抽屉里面而已 这种多头马车的做法 后来就用这种方式 就是不能只有是一个人做 那我很开心 我也很幸运的 可以找到一群人的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目标很清楚 运气很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情况 大家一起工作 累积起来 更重要的是 可能年纪慢慢成长以后 我就一直讲一句话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而已 对 我很珍惜 所以就保持人希望做好 就这样子 但这个时间这些的调配 对安排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以前我神经病了 我每天就一个笔记簿在我的床头 我每天想到什么时候会做笔记 对 记录起来 睡觉前先做一个整理 那这样整理的话 明天做什么事 我就照这个整理 去 照版 照表操课就对 也不一定照 最起码你想做的事情不会漏掉 也不会急心事的处理 对 那就会先后的秩序 难道谁可以做 我这样做 我想跟我 除了我个性习惯之外 跟我学打击也有关系 是 你上台一演出 有50件100件演技 你要怎么把它规划好 对 位置摆好 声音打出来 声音打得对 那观众听到声音是不是正确 对 那这个东西大概是我自己解读了 多少跟我的兴趣 跟我的所学有一点点相关 可是有些事情 他可能不是 尤其是像你在 不管是国表裔 或者是像北裔 一个任何一个任务的推广 或是任何一个事情要去指 案子要去执行 可能都是好几年的时间 我看你里面的书里面有提到 你的预算是N-2年开始规划 他不是前一年 是N-2年开始这样子 所以你怎么看 只靠就是可能每天去想隔天的事情吗 你要怎么样去规划一个更长期的事情 我想先不提国表裕 从我40年前回他那时候 我就这样的想法 我做了15年计划 15年计划 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而已 他想说数年很长 我的意思说 我有计划的时候 你碰到困难就不会着急 你不会把每件事当成结果 我的经验 你越有计划 然后所有进度越快 那么国表裕 他是因为他基本上有一个 中文预算的考量 他必须有中文预算的时程 那中文预算的时程 你必须比时程更早一点的时候 那就是必须做更多的规划 那规划不是只有争取军会 你要做什么 目标在哪里 那这东西就是一个 国表一直是因为我年纪 工作比较成熟的时候做的事情 以前是凭热忱 然后我做打结团 成功失败自己负责 你做国家的剧场 你没有第二条路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所以构想跟规划会更谨慎 那你在想 比如说那个计划的 就是每年每年计划的时候 你是比如说 像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可能现在已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年底 那但我们当然可能就是在那个更之前 我们就在想说好 那明年我们有什么大的目标 那其实这个目标也不只是工作上 可能也包含了人生的一些规划上面 那您是怎么去 像去计划这些目标 您说国表艺还是我的 就个人 不管是就是所有的包含工作 或是个人身上 我所做的事情 当然打结是我的初衷 也是我从来不变的初衷 打结作为我追求理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打结让我服务社会 打结让我交很多朋友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专业的需求 后来它跟社会跟人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后来因为打结所做的事情 让我觉得好像可以做点事情 因为我当了系主任 当了校长 都两年 这过程是这样子 那我的合金价值很重要 就是我这一生珍惜一切 打结是我的初衷 从打结可以划断到什么地步 因为我打结做了以后 从没有到有 一般人认为 去打结是只要人就有的东西 对一种业界 从开始推动打结业主团的时候 我碰到的困难 很多人就问我 我们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你做到 那我的想象 不可能跟做到的过程是 我目标清楚 那我碰到困难 都认为理所当然 我碰到困难 就开始交通 那这个时候 我就想办法就决结 那你做好 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卓越 那做不好 就一步一脚 一地理解下来 那这个时候 你做以后 你就还会打结 它不是打结 它跟舞台有关系 它跟行政有关系 它跟剧场有关系 它跟理论有关系 那你就会扩大 把很多东西 越做越深越宽越广 对 那你的这怎么 这么宽广广 还是回到这 本来的核心在那个地方 后来就开始变成社会服务 我认为打结 不是只有舞台而已 它跟生活结合 跟社会结合 跟各行各地结合 对 那这个听起来 好像 它绝对不是口号 如果它口号的话 就没意思了 它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字眼 让我去追求 那后天打结 跟社会都结合 在学书里 我到两天 我到北大 都是跟打结有关系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像你刚刚讲的这个笔记本本质 是一个方法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你自己这40年来工作累积下的一些 管理的心法也好 工具也好 或者技术 我觉得笔记本 当然是一个给自己做记录的 一个人能力还是非常有限 一个能力有限 我就是一直觉得 人是非常渺小的 除了上天 是他有任何旨意 我们都必须面对 必须很谦卑的去接受上天的各种质疑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发现你认为自己的人 很渺小以后 你就发现 可以找更多人来做一个团队 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我找了不少的伙伴 去工作 那么我以前讲的话 比较说一个人疯子就算了 有一堆疯子的话 你就很难做不成 那我就常常觉得我的团队的人 就是都很疯 很疯的意思 简单讲热情 很热情 极度热情就疯了 OK 那在这个 怎么样跟这些疯子沟通呢 因为你知道 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要怎么跟他们沟通 尤其是包含了愿景 包含了今年的目标计划等等 跟我工作的人非常多 跟打街工作人 在我身边基本上是长久的 也就是说在我身边 因为我会来私事 在我身边进团 我们成立了37年 在我身边超过35年的有四位 非常之深 那么最低的最之前的是9年 20年的大概一票 那么我想很简单 第一个是目标清楚 目标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去追逻 但目标清楚 跟你工作人他不一定清楚 所以他会有怀疑 他会有沮丧 他会进会出 我认为这叫正常 对 最真诚的 难道我目标清诚以后 我出的会鼓励人 我也会骂人 我也很会骂人 我有看书里面写说 就是跟你工作很久的人 觉得说你以前骂人骂得好恐怖 对 对 那可不是什么好 就是说现在 就说骂人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 我不是在攻击他 他知道我的真诚 跟我的气息 跟我的焦虑 但是我后来发现 骂跟不骂结果都一样 那就不要骂了 对 骂年轻 因为年轻有力气 但是跟我工作人 就通常会有这样的过程 比如说团演 一段时间 大家焦虑 因为他们从 当我的学生 倒出社会的时候 他开始有家庭考虑 对 他开始有签入考虑 所以他们会焦虑的时候 对 我愿意承担 他们这样的过程 对 那第一批人这样以后 第二批人就知道 已经知识人让我看到了 所以沟通的情况 不是只有讲好话 有时候讲好话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情况 有时候喝咖啡 有时候吵架 有时候灌酒 有时候骂人拍桌子 这个都是沟通 沟通不是只 好好讲话 这个很难的 所以沟通情况 那第一个你很真诚 其实对你有抱怨 或不喜欢你的 他也知道你是真诚的 光这一点的话 大家的彼此的关系 就不会太恶劣 刚刚讲到目标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通常你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 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当中 我先从我自己开讲解后 我希望打界推展 第一个动作是个人 开始开始读作会 开始办讲座 这是目标 第二阶段我要一个团队 培养学生过程里面就有团队 团队过程来说 就开始在从头开始 组成 阅仪 办职业 这就有一个制度 阶段这样子 这种阶段是大概跟很多一样 时间快慢而已 我个人跟团体 我计划五年 结果三年半达到 你说五年是个人的 个人五年 我好好教书 好好开人周围 好好去做讲座 就这五年里面 发现三年半 为什么三年半 我三年半开第二次读周围的时候 这些帮我忙的学生 帮我办音乐器 帮我整理东西 我说我们最后一首 大家一起演出好不好 好 帮我演一句 大家演一首 发现 环境太热烈 太特别了 我说 那我们就 一起来吧 随着提早 提早一点半 我想要在台湾号推广 台湾发现 比我想象的 接受的快 你就打击约推广 这一块 我想要往国外走 没有想到我成立的第五年 就到美国去演出 或者去一个是 美国打击约阶 最重要的地方 我也很特别 一演出就发现 国际又看到我们的声音 虽然他知道你有成立 你一定不够好 所以那时候开始 那这东西就把我们的业余 进到半职业就又加快了一步 对 那么现在讲到 那你要走这条路里面 过程这么清楚 你要凭什么 让人家认为你是存在价值 第一个是内容 那内容包括创作内容 对 包括人才 人才 内容人才 第一个是早 舞台在那里 对 国家音乐厅 我那歌剧院 美国立克中心 学校礼堂 庙口 都是我舞台 舞台接下来的时候 观众在那里 对 所以这个一人串下来以后 就是本来也没想那么多 越想越多 我在学校当老师 我在学校演出 学生来就好了 学生考试不必要人来听 他的观众就老师就好了 后来发现不是 对 那这个是一步一步 就打架了是这样子 那么我打一段成立跟我歌领以后 到学校音乐系 当系主任的时候 我想说 我把系里带到什么地步 比如说 这个学校 它本来就是 北一大创建的时候 就一个很重要的 创建中指 结合团统与现代 融合奔回国际 那这两个 听起来就振环振环 以前是矛盾的 后来发现 这真的是台湾 非常重要的资产 我们实现了那么多点 学生的训练就这些 接下来以后 怎么让老师 比较放松的 去追求他要给学生的 当然很简单就是 你的自由在哪里 空间 设备 课程 经费 学生呢 学校 校外 国际 应该是这样吧 我在当下楼的时候 我也列出来 要成为国际一流的 大学 很多问我说 什么是国际一流的 他说 你标杆在哪里 我说我没有标杆 我就是标杆 有过 有过 臭皮 臭皮 对对 那这东西 当时教育部长 弄一下 你怎么这样子 我说 全世界 我讲真话 全世界 可以把 不同的艺术学院 组在一起 台湾是 比较多的 OK 国外 音乐学院 对 续线 音乐舞蹈 分开的 对 你加起来以后 他的 互相的撞击 是很多的 传统的现代 分退国际 也是北一大 各系里面 浓地的空间 当时北一大 创立的时候 是台湾 经济能力 最好的时候 1981年 起飞的时候 起飞的时候 所以 该有的设备都有 音乐厅 舞蹈厅 心理厅 电影院 投资馆 美食馆都有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相融在一起 迈向国际 带有本钱 OK 所以 这个一步一步以后 提出来 北一大从门口 走进来 他就是一个 生态博物馆 学生看他的环境 对他的学习 是很重要的 不只只关他环境 我讲的例子 是一堆的 这情况讲 都是时间过的东西 所以 每一个东西 都你很清楚 做什么事以后 那你一个能力 我现在这个清楚 不是你突然 就做梦梦出来的 你有想象 然后找几个人 来跟你讲 这样对不对 这样好不好有个问题 所以我出来讲话的时候 是经过多少 征询出来的 当然我的想法 很清楚 对 那很清楚以后 大家就做这一个 共同的情况 所以 这有些人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是很有限 很多人在一起 共同努力 有困难 就解决的吧 OK好 那这是目标设定 那我刚刚其实有点 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情 像刚刚有提到资源这一块 像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那个资源也是很有限 对 所以我们当然也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拿了 怎么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 然后我可以找到 很好的人才 然后设备 来做这些事情 那但是 我想你也是这样 创业这样一路走过来 学校资源也是 不可能是无止境的 所以在财务规划 或是财务的 这个报表这一块来讲的话 你是怎么去学习 跟怎么样去掌握这一块的 资源到哪里都觉得不足的 没有人觉得资源够的 太多了 我自己创办的打击团 资源不足 这是最清楚的 但是因为我一向报喜不报仇 所以大家认为 我是得天独和什么都最好的 那这一点是我很少 因为我从这 我大概一半的时间 都在主管单位 所以我不能叫 然后我又有洁癖 只要跟我关系 我觉得不会让你 不会去占我的职务的便宜 这点是可以 我公开讲不能讲太多次 这东西就是 你可以很容易查得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都不信讲 我一团的资源 讲这话是比较 不用来 我躺学校好了 学校资源有两种 一种资源 也可以讲两种 或差不多两种 一种资源是既有资源 你多少学生 收得了学会 这种补助你多少 这个资源 大概都一样的 第二种资源 就是竞争型 竞争型资源 这个资源的话 学校我最近什么事情 然后教育部 文化部 或经常部门 他怎么样提供你的资源 你要提出一个 税务他们的方式 我这一块饼 谁要拿走 拿走 那我要 那种 我这经常资源 我在北大当校长当七年 我拿到九年的 九年的作业计划 OK 那么我就为了正经这个资源 我是跟团队做到什么地步 报告是校长的报告 他问我问题 跟我打碗 一秒钟不差 完全知道他要问什么东西 不是 我报道的内容 不是他问我什么 我要告诉他的 我不要在那边 在那边讲梦话 对 因为他讨 二十分钟 时间二十分钟 好报告 我讲完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事很清楚 很具体 结果不是彩排在彩排 那我学表演的 一秒钟就差很远了 一秒钟差很多 一秒钟就会闹人命了 所以我们就一讲完 但光这个情况一讲 在评论的人就发现说 你是有准备的 你是清楚的 你是具体的 你在问我问题 我一定要回答你 对 那问的问题 通常是怀疑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没有经验来怀疑 那我就告诉你 我的梦想 我的问题在那里 那么这个竞争型的资源 在我看来就是 就是他 逼的他不能不给我 这逼的原因是 我们做主的准备 告诉你 这个竞争型 就不是我们学校人那么少 艺术大学学中本来就很少 对 你怎么不能像 所学会都那么有限 对 所以这种竞争型的人 第三 就创造 这个地方 仍然认同你 比如说我在别大的时候 办过两次校庆 餐会 名字叫做 木管餐会 对 实际上是不肯 不肯木头款的 为什么 他拿来的钱 你光 餐费 就结束了 我的意思说 如果我请了三百座的话 对 有多少人进来 三千个人进来 这些人呢 就是你资源的来源 他不是资源的来源 他对你的信任 对你的支持 所以外面的力量就进来了 包括提供的机会 提供你资源 捐款给你 对 那这三个是 一个是本来的 一个是政府既有的竞争机员 一个是借着你这个团队的优势 让大家认同你 嗯 那这都只有你可能 这样的情况 国表一样 两天一样 嗯 对 以此类推 就是你准备好才可能 这是这是刚刚讲那个 木管餐会 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像 呃老师做艺术出身嘛 就是表演艺术出身 对 那我我自己是做内容的 那通常 呃尤其是我所了解的 很多做内容 不管是记者编辑 其实他们对于管理 尤其是跟人有关 去社交啊 或者是去沟通 其实都有很大的压力或障碍 那像刚刚讲那个募款餐位 那听起来就是校长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跟各界闲打 然后有机会捐款的人 就要到处跟他去 就是说哎希望你可以赞助学校什么什么的 你是怎么去 不管是习惯也好 或去练习这件事情呢 当然永远不会习惯 永远不会习惯 所谓的练习是这样 就是说 我自己的职业 自己不好意思啊 但是为了学校 是为了这个学校 是这个环境的职业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 可以勇敢去面对 我对国表讲 那对我自己 我是脸皮很薄的 我讲的每一句话 不是在我口袋里面 而是让学校更好 对方听得出来 这个时候讲真话 你再我再一次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 我为了推动 学生的话 我是受到多少的委屈 但是我认为说 这是为台湾的一文节 不是为我自己 我的困难 我的委屈 能让台湾环境更好一点 我愿意 这种话 一般如果不是很有经验的人 会那个时候 你一个公家 伟大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正跟反对跟错 都是一年之差 也就是说你这个成本 人家认同不认同你 他不认同你 你就在吹牛 对 吹不吹牛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东西 所以我在推动的时候 是我不敢做的事情 那时候做的 比如说紧迫盯人 残人 残的人的残人 残人 残的人 那不断的告诉到 我希望怎么样 我去找你之前 我一定做很多资料准备 就是要把你说服到 这个对台湾多大的影响 对 像这个情况来讲 就是或许我的责任 或许我的情况 是为北一大 为了这个 国标 这东西 为两天国标 为自己可能就 力道就弱了 想说 轰在你的口袋里 但是 这团体 他 已经做那么久 他是 他是到底是 私人的口袋 还是公共财团 对 这个就是大家去 衡量 因为他已经变成是一个 非日子 他不可能靠票房 为止的时候 对 那这就努力看看 那能努力 这一点是我 到目前为止 还是困难很多的 所以就是你觉得因为 你不是为了私利 所以你就是可以 可以去大力的 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去说 反正你捐钱 你也不是捐给我 你是捐给学校 你是捐给这个 对 也不一定只有捐钱 捐钱是一部分 很多方式 你给机会 给空间 给想法 就是给学生 就是那捐钱 只是一部分而已 其中一个资源 我们要的资源 不是只有钱 比如说 我们去争取 让电影戏的人 可以不要去拍电影 哦 学基本 可以给他弄基本 对 学音乐 有种地方可以演出 可以到国外去修课程 对 能让他试着 这个东西跟钱 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彼此的互动 就会尽量这样 所以应该做 全面不是做单向的 嗯 我们其实都蛮好奇的 就是说 大家在工作 很忙碌之余 通常都是用什么方式 来做一些放松 老师有什么 自己平常放松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可能给大家的感觉是 好像有点严肃 难道很可怜的样子 可怜的 很辛苦的样子 没有啦 其实我很容易自己放松 我做事很积极 也很努力做事 但是我很快的时候 我的放松很容易 一杯咖啡一杯酒 就可以解决 所以我几乎每天 有喝咖啡的习惯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 哪一个纸杯就合了 我就很喜欢找一个咖啡厅 仪式感 仪式感 对 那仪式感 那种感觉对我是一个 非常满足 非常满足 但我有特定几家喜欢去的地方 真的 对 就是有些地方 会刚好看到老师坐在那边 以前会常常每天 就看我在那边 就是我几家咖啡厅 每天都会去 每天都会去 像我在国别工作 两天的咖啡厅 我基本每天去 一天天时间 我就会咖啡厅 然后自己安静也好 或者跟同事聊聊天也好 或者讨论 一些事情 对 这个是放松 这个是对我来讲 看起来是很寻常 但我很容易给我输一 放松很实 对 转换心情 很快 那刚刚有提到喝一杯酒 就是什么情况下 可以喝一杯酒 以前喝酒是各种情况 比如说 彼此推动法人 彼此什么东西 或者跟同事 现在好像喝酒 就是不像一个年轻的时候 那样拼酒 拼酒 现在大概就是大家很开心 喝一杯酒 喝两杯两杯 那样感觉蛮好 以前要喝酒之前 可能要前一晚上睡好一点 准备好 现在好像 你不用紧张 别人会用强逼你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 你想喝就喝 不想就不要喝 想喝多喝多 不想喝多酒也喝多 这个我觉得 所以我太太 一天到晚在跟我女儿 讲说你看 都是你的功劳 你看爸爸现在都喝酒喝不多 为什么是她的功劳 因为你要回家陪她 对 因为女儿同学讲说 爸爸你只能喝一杯 我说好 那一杯是多大 我们就接受 刚刚我讲 这开玩笑的话 就是给 那我想这个 喝酒是 以我现在的情况 就觉得是美好的 不喝多 不强迫 不强迫 另外有一个 就是刚刚讲的 各种各样的 不管管理的方面 然后我知道你在 就是2005年的时候 有在念这个EMBA的课程 那你觉得这EMBA课程 对你来说 你是大概什么时候 你觉得 好 那这个可以来试试看 因为你本来是念 都是艺术嘛 相关的东西 那你现在突然来一个 这个很商业的东西 我认为EMBA不是很商业的 我在去两天工作 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他们找我去两天工作的时候 我也自己吓一跳 我说我那么年轻 那时候三十出 四十出头 四十出头 我在北大当音乐系主任 刚接第二任的时候 我怀疑说为什么找我 对 所以我当习主任 当了第二任做不久 直到两天就当主任 当时我的一个 意识到的一个 就是我在自己创团 成功失败 自己承担 了不起解散 我在音乐系教书 我很有想法 但是他师之优良 学生优秀 我只要找资源 只要把学生照顾好 他们都会变得很棒 对 我表现不是 当时是黑机关 两天院 两天黑机关 然后 负债 负债也不是负债 那过程很多 所以他去要我做几件事 第一个是法人化 第二个国际流的 这东西讲起来都是 好伟大的东西 当时 打我去的时候 我就怀问他们 你要做东西 你能给我什么 对 不是我来就会好吗 我们就对话 然后发现 当时我很感动 跟我对话的人 几乎都实现了 我第一个想要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去读 一点管理 以前我都拼经验 一股管理 那年刚好台大成立了一个 台大EMB成立高阶公共管理组 也就是说他这个组 就是要在公务机关高阶的人 才可以来读的 他有一个入学资格 而且考试的不是报名就好了 那我就不小心考进去了 不小心 因为我情统没有这个经验 没有这个考进去 考进去以后 我上课第一天就后悔了 后悔了 为什么 那就是被操得很厉害 我坐在最后一盘 你知道当导臣都知道 学生坐第一排 坐第二排 老师都看得很清楚 就认真 老师都看得很清楚 只是学生认为说 我坐后面 你老师看不到 看得很清楚 我上了一堂课 就是管理会计 就很头盗 老师怎么那么计较 那几块钱在那边算 所以从我答事情里面 就认为它不太重要 结果就被当掉 被当掉 那我心里想说 我是教授 你胡教授你当我 对 后来我在重学一年 照当 被当两次 对我来讲 他的毕业说 是我早就有这个资格 我是教授 你是胡教授 那我就一鼓气 我说 我要完成它 我就找了一个 台大的博士班的学生 我每上个堂课 他就补我一堂 后来我真的把考过了 对我来讲 会计不是只有算钱 我是管理会计 我不是在这种基础的工作 所以我对报表 对什么东西 就稍微可以看了一点 也对我很多 你看到报表 不是为了钱 你就知道 你这个团队的体质在哪里 对 你的优在哪 弱在哪里 你要怎么去调整你自己 所以把钱 已经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当时候到两天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一动作 改变两天在财务上的应用方式 把风险都交给银行 怎么样把风险交给 比如说你来收钱 来什么都 银行来说 我们就不去了 就是中间路程的风险 第二个所有的 你给我们什么的 各种银行的 来往的利率 我们就可以跟他 做很多的谈判 因为我读过之后 说什么是怎么讲 我到别大当下 当的时候 发现很多工程 根本没有钱 我心里想说 你没有钱 这代的学生就 就讲过 学生他读一次都毕业了 学生要享有 一样的 我就跟加坡讲 你来帮忙 加坡说我没有钱 他说那你是借 我帮你护理系 OK 加坡就讲 就我借了 会计官讲说 你借那么多钱 不要吧 我是校长听我的 就借了 我借完钱之后 到我退休 一毛钱都没花 你借钱以后 有胆量 该做都做了 下一步 土区都保给你 这个就是让我知道 财务上的 硬做里面的一个情况 碰到工程 没有人骂 你做不好 我才慢 你不给我就不做 所以两个在那边 一高 半年 一年两三年 物价上涨 就一做不起来 我就下来 该做该做 该钱给钱 每个礼拜来 跟我做一次简报 对 我说工程 每一个都如期 工程要如期 很难的 对 如期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指 如期还不怎么样 而如指 你要检查 它品质 这样子 这个情况来讲 就是很清楚 让我 这只是一个 我讲这是一个例子 也不例子 所以这不是管钱 那么这东西 一管钱有主计 有财务可以做 你就知道 所以当你 边一顺便走 看出来 你这个一顺 有藏什么玄机在底下 一看就看得出来 对 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就这么可以点出来 你告诉我 只能说什么事吗 你就有道理 打理这个事情 没有道理 有改变 所以这个可以让我的 想象会 从一个经验 变成是有一些基础 可以去探讨 探讨 但是它背后的一个 很重大的情况 就是说 你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我的最大核心是因为 感性跟浪漫 超过一切 你才有办法用理性去 承担它 就承担它 对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管理会计 其实重点 其实不是到底计算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而是去看到它背后 所代表的 这个 这个不管是组织也好 或团队也好 它可能有一些状况 是什么东西 对 但另外一个 刚刚讲理性跟感性 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做管理的时候 大家都会讲说 你的绩效表现 就你不可能在管理一个团队 或者是组织的时候 不去管绩效 提到KPI这件事情 但是表演 它拥有它的浪漫的属性在 就比较感性的属性在 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团队当中 去设定它的绩效 才不会去 就是才能去平衡 我 很多人看到我都说 朱老师你一定是个很理性的人 才做那么多事情 刚好颠倒了 如果理性的话 不会做那么多事 我从27岁 我从80回台湾 就在大学教书 我可以做事 真的是 太多美丽的人生 都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找了一个 最困难的工作去做 我去创团 去创系团 去做的情况 那么因为我太感性跟浪漫 才一直珍视这些生 怎么把东西做好 那么背后 就是要用理性来承担 如果一下都是用理性来思考的话 我就会理性计算计算的话 不要做了 很难有特别的展现出来 感性不代表就是随便浪漫的想起的事 不是 我可以讲很多事 学音乐人是很多很理性的地方 我一秒钟我要两等问 四等问 八等问 十六等问 对 一秒钟不是一分钟 你非准确不选 音高对跟不对 有人是天生的 有人要训练的 和声一样是懂你说 哪一个人足 哪一个负 哪一个数 这东西太多 要是思考东西 这个东西 因为你理性完以后 你才用办法感性去诠释它 就先准才能不准 有的人是先不准 就有没有不准 这个是讲音乐上来讲 你讲舞台好了 你差一秒钟的灯光 看你差多少 我上个演出 夏威春光 为了0点 0点5秒 我跟导演 跟灯光讨论很久 试很多次 0点5秒的感觉 差在那里 我可以告诉你 差很多 这个是理性的 那为什么 因为你感性 想到 这让我的演出 我的创作 可以让你 真正的表达 我要多 你能感受到 让观众 能够真正的接受到 我们要给他传达的 这个过程 就不是青菜 所以这个过程 是要不断的 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去试 才能展现出来 OK 但是像刚刚讲的 可能是在表演 这个范畴类型的部分 这个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 但是像 比如说我们 书里面有提到 国标艺 它主要的就是 这个三管一团 那三管一团 主要都是由 这个艺术总监来做 主要的负责 那国标艺 主要是在中介的 一个机构 但你还是要跟他们讲说 比如说 我要怎么去 跟资源去协调 那他们个人 当然也是要有一些 成果要拿出来 那你要怎么去 跟他们沟通设定 这些东西 这个要做之前 因为它是我聘的 我就先沟通 国家和国家 公众任务 我们中介组织 希望 从艺文界的 梦想 到国家任务中间 能达到什么地步 要对个中介 中介的情况来讲 所以我们有一个 一进来就一些很清楚 部标要怎么走 这个设计要传达给总监 那传给他的时候 要用各种方式沟通 员工那么多 我只管几个而已 管子不好听 就是我能够 影响 也不能讲 就是我就是聘 社会总监 其他跟我没关系 连副总监 也没有经过同意 不需要经过同意 他们的决定 任何的 我都他们前言 节目也是他们负责 但是我要 不断的 有监督的情况 就是我们定 我们的工作目标 绩效目标 接下来是每年定 定下来 怎么达到 那达到目的在哪里 一个台湾 这么小的湖地里面 有三个剧场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你不能过剧场越多 一直加 离你越远 让他有加的感觉 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你可以想象 台湾登记有案的 表演团也是9000多个 9000多个 登记有案的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有登记的 能进三管演出 大概三四百个 他说9000个 是没有机会的 没有机会什么原因 可能是他们还没到 所以这个 这个条件是很大 那你要让大家觉得 来的人 想办法尽可能让他 有加的感觉 没有来的人 期待有机会可以来 那这个是一个 很大挑战 不是2比1 是9000多比30百的 情况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就很明白 定出来 你的运营目标在哪里 你的游戏规则在哪里 那你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这东西我们有一套的 一套的想象 那这时候 我们就跟餐馆沟通 餐馆的时候 但沟通不是 我讲你听 当然他们想我 我就当然抓他们的 然后北中人 不要一样 北中人本来长得不一样 成立式的不一样 但是为表演艺术 为表演工作 表演团队的这种 态度是一样的 成为表演中心 文化橱桩 艺术家的家 怎么让他文化金用 怎么让艺术家 艺术行政工作者 观众 这个东西 一套的想象 大家都一样 目标在定 对 就大概是 大概是这个事件来讲 那我觉得 这就不断的沟通 我很清楚的 我在写的书里面 都有列得很清楚 六千均等 所以我记得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化 好像在 关键 不想是 我写来 你们转载 我才知道 讲KPI的问题 对 一讲KPI 一般人 尤其艺术家 讲到KPI 都不舒服 对 你怎么用KPI 来要求我 我说KPI 是你的KPI 还是别人的KPI 你在实践别人 在实践自己的 我在很年轻 在两天当主任 还没改做的时候 下一步 做一个就绩效 开会 那时候很年轻 就非常的激动 我讲说 请问你 你凭我不好 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 会不会把我坏掉 不会 你为什么拼我 他还弄在那里 他说 怎么一个 这么没有水准的主管 这样 我说这样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要做什么 你凭倩我要做的事情 不要你搞了一些 我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子 他就有道理 后来就讲 KPI 我们先报 每年报 不一样东西 所以当车祸 提了一件事情 当很多人赞成 也有少数的 有怀疑 不能讲反对 因为他的 他的反对是很合理的 因为他经验 一般这个就在 在做数字游戏 对 我说 魏武营刚成立 没有达到20万人的话 我要解拼医师总监 我自己请职 OK 20万人资 20万 第一年 有人讲说 你这样做的话 用数字管理 我说不是数字管理 魏武营 从开始规划 到建 花了15年 他花了100多亿 你盖完之后 要当蚊子管吗 因为一弄完以后 外面就开始讲说 可能会问这管 对 我说不可能 让他问这管 我问解文兵 他说不会让他问这管 他说我订一个目标 你订出来之后 第一个 你就把里面的人士 所有的各部门的单位 人力 装备起来 好好做这个管 你好这个管 你要做好节目 才帮让人家 愿意进来听 你做完好节目 你要时间 做完时间 要观众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整顿你这个机构 这么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我有一个数字给你 最简单的数字给你 我这20万怎么来的 很简单 我算过了高雄 台南 嘉义 屏东 一直到云林 好啊 简单讲 台南 高雄 屏东 比较务实一点 三个星 他一年有多少人看表演 我们都算出来过 高雄 春天艺术节办了多少年 有多少观众 人口多少都算过了 两天收购系统 还有高雄的收购系统 我们查过以后 发现他有实质上的人 在那个地方 这个有数据统计的 他不是你下降的 这时候 你到20万件来 照我看来是必要的 如果连做不到的话 你有什么资格 做在这为止 然后国家的 艺术总监 对 在这个职业 在那情况来讲 然后同时呢 推广活动不算了 来推广 来看节目呢 人家的教育推广都不算 我要说买票进来的 所以当然有人讲说 我在重视数字 不是数字 这不是数字 这不是数字 这个是很清楚的 让这个团队 赶快把人才挤起来 赶快把节目做好 赶快把工作做顺利 赶快把观众找进来 那这个过程怎么样 我给你20万是很客气的 两天是大概67到70万左右 一年 一年一年 但是因为他已经30年了 不能用量算 台东歌剧院是20万 台东歌剧院那时候 才三年而已 台东歌剧院的总作业是 三千零一个 台北是4100多个 我已经是5800多个 所以我算完以后 如果台东歌剧院 他只有3000个位置 他成立比你早三年 他可以达到 20几万人 他第二达到最高的23万的时候 就台中的情况 跟高雄一样困难 要不要给自己挑战一下 而且我给你挑战是 更低的 要是我自己当总监的话 我会累35万 对 文化博士就在找我谈 他说 你是要找一个理由辞职吗 我说不是 我是跟你玩真的 我告诉你这个数字是我算过 而且我实算是稳定 然后一点压力 但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 对 我想这个就管理嘛 那管理 有没有困难 当然困难很多 当然困难都可以在写五本书来讲 怎么困难都这样 那提到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KPI部分 那这是当然很明确 尤其是第一年 有点挑战的目标 但是其他几个管也好 或者是 NSO也好 或是你之前带的其他团队 那他们你在做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做不到就辞职 这是很激烈的一个结果了 那其实平常其他的 可能每一年 他们的考鸡 你会怎么去考核他们 那当然不会 每次就是做不到 你就走 做不到就走 不不 高雄卫人就是一个 人家期望的15年 对 他15年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子 他100多亿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 这个 我不可能每一个 那当然那你就不要玩了 每天在那边 喊就是在恐吓人家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听过我讲的 你都可以理解说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如果你用数字 不是用数字的背后的温度 在那里 但是各管所的绩效 通常是我们一个 几个大方向之外 他们都自己订的 OK 不是我订的 他们有人20项 有人23项 比如说节目内容 对 观众服务 表演的 各方面的会 握持几项 那好跟坏 那你就必须接受 他要对外公告的 是公开透明的 对 他可以 弄完以后 董事会 绩效委员和文化部 立法院 他们都会看得到 对 这个情况就是 你自己先做计划 你做 你不能自己乱喊 你喊完之后 还要经过董事会同意 经过绩效委员 文化部派来就会 就大家认同你的看法 比如说 台北 我今年要 30万 去年不是67万吗 你说67 68 69 还是62 为什么 那么疫情发生这三年 我们绩效平均 就不是在轮事了 你怎么样 来稳住艺文界 让他能够稳住当下 对未来有希望 这变重要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 策略 就想办法 稳住艺文界 这种又一套 这个绩效委员 不是只有数字 也不是只有钱 比如当时 就是稳住 你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不能演出了 完全你要退 没收手机会 你票 退票 也没收手机会 你要来排练 我给你最大的方便 你要录影 我给你最大的方便 你要用做研究 给人家机会 我想办法提供更多机会 让你先做计划 对 这整套我没有 我做过三套 三套做过 那这东西是另外的情况 所以绩效 卫委员它只是 绩效的一种 它不是全部 那么三管一团的绩效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我是朱宗庆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歐陪你喝一杯 刚讲这个三管一团 然后国表义 它是一个中介机构 所以你在做 比如说横向的 让他们横向沟通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方法 因为它其实 我的感觉 它有点像是一个集团当中 它有不同的营运单位 他们各自有自己 独立要负责的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每个两个礼拜 有一次的主管会 每个礼拜有一次 两个礼拜一次 那么平常我们一个群组 随时在做沟通 然后我也常常 北中南跑 OK 从看标 还不说 你不要给你一个方式 我台北就不要在好几个办公室 但是我看 集团他们去看标 沟通 那么也常常跟他们 从正式或私下的环境里面 有一些沟通 所以在你过往的工作经验当中 各部门 他会有自己的本位主义 这是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那在怎么样 在掌握自己的特色 然后但是又可以 就是维持一个良好的横向沟通 我的感觉是他 他很多 像比如说假设 我们自己 这个A单位 我们自己内容团队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可能跟行销团队 他的目标 是有相关 但可能也有不相关的时候 在某些地方上面 那我们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 然后让他们怎么样可以彼此接受 我认为本位主义不是坏事 他一定是动力 是 因为你本位主义 他想把自己做到更好 但是本位主义以外 你要想象别人 不是你好就别人都不能好 对 所以我在当北大音乐系统的时候 认为说我这个系是最强的 学校应该大力支持我 是 对 我到当下当时发现 北大是最好的 我到两天的时候发现说 全台湾最终的文化机构在两天 这个让我有力量去争取资源 让我有力量去推动我的梦想 但是我不知道我很好 你就来一点 不会吧 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这个好 这个很好 你很好 那中立起来 结合起来 所以三款有不同做 很正常 沟通 全面沟通 单向沟通 我讲的不一定是一百分 就是尽可能做到 所以我在我书里面 其实也写了不少 因为17万字已经是够多了 他真正都知道是50多万字 里面就是太多细节 所以这个过程到哪里都一样 是不同的属性 他不同的发展方式 那么做事 如果一句话可以解决的话 那不叫做事 那我跟他们的关系 因为或许是年纪的关系 那我也不是很老了 所以跟他们之间的认识都很久 就不用花太多声明 去解释说 我是为你好 不用解释这东西 对 那你不同意的时候 你告诉我 对 那我是做你们中介会 我不能做主导 这个节目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但是 我不会管你 你自己做 我只能做到一个提醒的会 是 那他们做得很好 就很好 所以我认为 什么的沟通是有进有退 你全部追准的话就不要沟通 全部进的话就强迫人家 所以我有我的强势 有很大的强势 强势就是目标清楚 但是你有想法 当然尊重 所以三管两种做法 是不太一样的 那不一样 在过往这些 各种各样的工作经验当中 可能像你刚刚讲的 郭表义 他有他的艺术总监 他可以各自去负责的东西 你就是照顾好这些 主要的这些思维就好了 那我另外比较好奇的是 你有没有曾经经经历过 别人跟你在反应的时候说 你管太细的时候 因为这个可能是在主管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的一开始一个状况 这个是要随时警惕自己的话 你细跟不细是什么 我很细 如果提醒你 我要持续这样做 我很细 非要你跟我做法一样的话 那我就要检讨 我的细是提醒你 但是不一定你要跟我一样做 OK 细是我的特质 但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吗 不一定要吗 因为我管太多 或管太细 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经验也好 或我听到也好 就是会有那种 所谓 比如说像跳过你的主管 如果你跳过你的中间 去做这件事情 就有点 就会有问题了 你过往有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让你是知道说 你要尊重你的下面的人 然后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你问这问题 对我最适合的 我的经验就从基层 直干到最高等 两天在动工的时候 我是国王不摔地 我在那边打鼓 当野队 后来回来 我去远处 当组长 当组长 就是所有的建务部经理 我当主任 当总监 当两天董事长 当国别董事长 对 所以我是从得到 每个角色我都当过 所以我知道说 这角色里面 重要在哪里 他不喜欢 你要对他什么样的情况 这我都很清楚 所以你有被这样对过 没有 我是觉得 这个问题 我这样讲 不是我在 在浑世太平 我建筑四次了 很少 这样我这样四次 每次都对我很尊重 这是我非常感动的情况 就是每一个 像我当组长的时候 以前组长就是 以前就现在所谓的建议 我们有婚光 那我婚光节目 做什么节目 对 然后做什么东西 那时候的主任 就是对我很支持 我在两天当主任的时候 那困难度最高的时候 组织改造 教育部 行政院总统府 完全的 就是完全的信任 我当两天董事长的时候 那时候很短 我只守在那边 变成转到国表 所以那时候 我自己认为没有作为 国表一开始 踏入典礼的开始 我讲的话 到我结束都一样 所以在我的书里面 第一章就写到 我的致死是讲什么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 第一天进去 我就告诉我 我每一天都要做记录 是 对 所以这个东西 记录不是我去回忆 我以前做过什么事 是都有记录这样下来的 OK 从第一天就 所以这是我那时候认为 就是我在公务单位的 最后一站 是 对 我希望给自己 还行 给别人参考 OK 他不是标准答案 对 最起码曾经这样做过 未来可以参考 那所以这样子 一路做下来 当然你留下了一个 三百多 快四百页的一本书 然后十几万字 一个这样记录 那所有这样累积下来 你觉得 你遇到过的困难当中 有哪些是你 特别觉得是 在管理方面 你觉得是有很大的印象 很多 我当总监跟当 董事长的角色 都很不一样 我到底还是比较政策上的 比较政策上的 比较是 一定就是有很清楚的方向 对 跟监督中间 我记在这个情况下讲 那我是对谁负责 因为这个公共政策是谁定 嗯 因为国家定嘛 对 他是国家定的时候 他问谁 嗯 那问我嘛 对 对 那我就把我的想法 跟部长都讨论 是 那部长对行政院交代 对 所以我们立出来的 的几项你来讲 都认同 认同 那就是 所以他的 列出来的公共任务 不是政府下令给你的 对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平台 或这个总监 你 没有办法 住职的时候 然后下令你就做 我觉得台湾的议文界 大概不太能接受 那这个东西说 公共任务 那已经定出来了 那你就必须找这个方向 然后不是不能辨 要经过讨论 内部讨论 统论讨论 政策图讨论 跟社会告知 老师不懂的 不理解的 你就说明 别误会的 如果你认对 那就忍耐吧 好 很多建设性东西 不定每个人都完全理解的 但是我的经验 日久见人心 对 那要做事的人 基本上就要承担一些些 一些些 误会 误解 对 那一节过程来讲 这是我认为 我工作那么久 我非常的感谢上天 真的我被 被鼓励很多 被鼓励很多 有没有对我有一件 当然是有 但我觉得都没有人有合意的 对 有时候你会难过吗 会 但我量生说 他有一天会觉得 好像是对的 那不对 赶快改变 对 那这个情况来讲 是我这个事实来不断 我事实来一直没有停过 没停过 所以我现在回到 回到我的表演团体 还是没有停过 刚刚讲那个困 你觉得那个困难点 是说在 执行方面的困难 还是说 沟通上面的困难 还是有什么 就在 因为我们当然 就是比较好奇 就是说 在管理上面 在这样子一路走过来 他会 对 你会比较 你今天讲都在 讲过表演 还是讲面见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就只要各种 跟管理有关的事情的话 当然我相信 他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的 很不一样 我在表演来讲 第一个要沟通 就是法的问题 法 一个法 你能不能被接受 那法是谁监督你 你的监督单位 对 审计部 立法院 监察院 大家都会监督你 是 那这个法 各自解读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拼命 是 这我都拼了半死 就是一个 官司一个采购法 今天讲了几十年了 我们每年三年就要 就要 只要不得就发飙一次 这样 对 但是这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很简单 对 他用你的这个方法 不是不监督你 他用你专业方式监督 但是问题是 某些单位 他一贯的方式不一样 他不断监督 这单位没问题 换了不同人 就不同的解释 那你就要 很有耐心的 不断不断去解释 第一个是 这差很多 第二个是政策问题 你政策 如果我今天自己没认识 我要演出三场 五场做什么节目 你自己全负责 你政策 你要讲说 职人在哪里 政府给不给经贿 一文界认不认同 观众接不接受 这个东西一人串 我们不是只看政府 我倒是 我在那边工作事实来讲 我讲一百遍 真的政府对我真的 我的政府是 两次男两次女 我的事实里面 都不一样 所以我的王道就是专业 对 我就感觉发现说 不管他们政党 怎么样互相不爽 对一文界讲真话 最起码我在这事实里面 我就深深的感受 被尊重 或者被新人 你看盖这个两天的时候 是为了激烟 政治人物的 但是我那事实里面 完全没有政治味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你应该知道 像两天的广场 是不足给政治活动的 对 这种种种种的情况讲 得来不易了 很多人只是想说 这个东西是谈不完的例子 那么我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对 这个过程来讲 最起码能帮一文界 守住这一块 那么也不是我而已 理论的主任 总监 他们都是 都是有同样的态度 对 我最后想谈谈 就是其实我们刚前面 有一段时候 有提到那个彩排这件事情 我是在书的后面的时候 看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因为你去 像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那个你去做报告的时候 对 就是20分钟 我们就是20分钟 把它讲完 然后在讲这个预算的时候 那还问很多东西嘛 然后不管是 尤其你去立法院被询的时候 那立委可能就会拿这个 一直问问问 那那种资讯样子 我们大概可能有些人都见过 所以 但你提到就是说 因为彩排这个工作经验 然后帮助你在这些上面 就是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吗 做艺术工作彩排是 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 是 不同的场地 不同的演出时间 不同的观众 不同的天气 都会改变 所以你要把它做到最好 就不断的试再试再试 把人放到最好 那这个彩排在艺术上 很容易被人了解 只是我工作那么多长 我每个演出都彩排全场 彩排全场 你一天演两场 我就一场全场一场 重点 再怎么厉害 我都彩排 我都带到自己干的情况 这是我在音乐上工作上 的经验告诉我的 后来我做行政工作 我发现的是 我要开会之前 一定做了很多准备 包括跟人来工作 我还做很多准备 意思是说 我不想浪费 对方的豪意 以我的经验 什么都不看 也可以讲很多事情 对 那这个彩排的目的 第一个是认真负责 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 到立法院之前 我要所有工作同点 把我找所有的 这一点来发生的事情 全部找出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以及我们要争取什么 为什么要争取 除非对方找你麻烦 或者的话 一定会被我们说服 去之前我们先沟通 相同的 我们开任何会议 也是做彩排吧 不然开会是聊天吗 聊天我们去喝开会 去喝酒啊 对 这是做彩排 我一个笑话是 我女儿上学啊 都是我太太送她上学 是 有一天我太太要出国 必须出国 是 那我女儿 第一次我送她送去 对 我上学我去彩排一次 哈哈 所以你先遇走一次 我先遇走一次 到底怎么走 我车她来当啊 怎么听啊 怎么下 一后面是 我就安心 一让我女儿说 爸爸也可以先的 不是妈妈才可以先的 OK 那这东西是 不是我爱她吗 我希望她安全 我希望她没有负担的 那这个情况 是这个彩排都在讲 所以每一个都讲 你彩排仔细的话 你实际工作就会减少 你时间都一样 你不彩排 你在现场摸走摸走 也是跟彩排 只是你要不要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准备 让参与的人 所以我在开会的时候 通常我会准备好几个答案 那你讲都一样 我大概想过 如果都没有 又讲你很好 那尊重你的 你讲过讲 有两个话不通 那我们留下一下再讨论 对 所以彩排 我认为 做什么时候的彩排 我认为不晓得是好是坏 这个已经对别人 都知道我的习惯 大家通常都是 都是称赞我 也常被当成笑话 那我都觉得 不管是称赞或笑话 那我就完整了 因为听起来 好像在公家机关 就是这种 或是说有那种 像你们就是 可能定期要开董事会 这件事情 那尤其它是一个很 它不是一个很频繁的事情 董事会是 可能一季开一次这样子 那所以你会 一定是要重要的议题 才会拿到这个董事会上面 报告也好 讨论也好 所以你会花非常多的时间 去做彩排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比如说你开 要在国表役的时候 你开一个董事会 通常你们会准备彩排 这个大概时间会 花多久在上面 我们董事会 我五年开的22次 40净子会议 然后116次主管会议 30次中央会议 这每次会议来讲 第一个 我的目标太强了 我的目标太强了 他们会先收集 三管一团要做的事情 收集董经事关系的事情 就先收集 收集我们就得开始准备资料 再一问你的问题 跟董事会想要了解的一样 这个东西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准备 这准备来讲 如果说准备 应该是随时都要准备 真正为了董事会 要忙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 然后一定是董事会之前 我先跟总监采牌制 跟总监先采牌制 跟总监采牌制之前 我跟我的木鸟团队 我的主流秘书 秘书等也先一遍 我们一遍再给总监一次 总监应该两次 第一次是走大的进度 第二次是你要真的 讲一遍给我听 这个情况下 再来我再跟团队采牌一次 最后是当天我在采牌一次 当天我就在会场采牌一次 当天的时候 就开始前的时候 通常我们大概两点开会 我大概早上就抬牌一次 OK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说你会浪费 都没浪费时间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开会你开三点也开不完 你没个事 大家讨论找不出几段来 你这样情况下 他们就清楚 我会有空就写信给董事 知道说现在在做什么 不是说你开会来才知道 当你知道最近有什么进度 他们会说原来可以知道 现在三管一准在做什么 这个是减少 开会中的一种互相 不理解或是误会 我这做法不是在国表裔 我在北一大 在两天 我都这样做 我讲过很多遍 我一个能力很有限 你有想法的话 你很清楚的方向的时候 要团队 要幕僚 帮你过来准备 他们的准备 我都很感动 你知道我到立法院 整本的 整本到我的经验 没有被问几次 你说你准备了 整本的资料去 整本 几十下 就是你有发生过的 每一个都是做一个资料 对 所以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 我都发现说 这个是我们从我第一天上班 就整理到 它106GB的档案里面 有五几万字 你说17万字已经够多 你要再交代清楚 那还得了 对 那我觉得最起码 它的 里面的内容 我认为它是清楚的 可以去找到一些 一些 依据了 我就大概就这样 OK 所以 但我 好 但刚刚我们刚举例 或听到的 很多都是在 公家机 公家机 比较骗公部门 新政法人 这一块的 在你待 民间的时候 这种开会彩牌 也一样吗 还是会稍微 简单一点 会稍微简单一点 因为它不建设到 公共任务 它不建设到 公家职业 所以它基本上 就没有太多 浪费公堂 也没有太多 政府造职业的 因为你的职业就这么少 这是让我会想过 讨论过 跟秘书讨论一下 这东西照我看来 是比较单纯 但是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 类管 类管就是 我们做一些 一年里面 类管跟解除类管 就是说你做的事情 不要做完就忘记了 在我们每个礼拜 有一次的 主管会议 在这情况 民间是 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跟政府单位 还是不太一样 相对的 没有那么复杂 是 OK 好 那今天真的是 跟朱老师聊了非常多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朱老师是一个 很专业的 表演艺术工作者 然后他也 打击名人堂的身份 但是可能 近来大家知道 他是国表艺中心的董事长 可是可能不知道 这个董事长到底在干嘛 但透过阅读这本书 心有所爱 全力以赴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董事长 五年工作十路 还有这一次的访谈 可以更了解 他对管理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包含了 这个怎么样跟团队沟通 怎么样设定目标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 设定目标 设定数字 会不会伤感情啊 或者说要求很严格啊 可是各位你要想 我们表演艺术工作都可以设定目标 然后也有跟数字有关的 但他背后的逻辑 是什么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逻辑 要怎么跟你的团队沟通这件事情 那只要有把握到这些原则 我相信是 就是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啦 而且还有包含了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我设定好我的目标 跟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来考核我 我可以接受 对就表示我们已经沟通过了 我们有认同这件事情嘛 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那第七季全新的内容 我们聚焦在管理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欢迎到马六陪你喝一杯的 脸书IG留言 或者是到Apple Podcast 还有Spotify 给我们五星推荐 大家的留言和鼓励 都是我们制作节目 最大的动力 马六陪你喝一杯 我是马力欧 我们谢谢今天的来宾 朱东西 朱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